欢迎回到泡妈露水生活频道分享 今天我们来分享电视剧 一位带孩子的年轻女租客 此时优雅的走进大门 吸引了房东老刘的目光 她瞬间感觉自己精神泛花 年轻了20岁 就在几分钟前 搬家公司正在往公寓里面搬家具 作为房东的老刘站在门口练得着 让这群粗人别磕坏了自己的房子 哎呦你看着点我说 没想到她的眼前突然一亮 女租客廖国乡走上前来 以老刘搭话 老刘看呆了 没想到世上竟有如此清新脱俗的旅人 一平一笑都透露着优雅 这没想到还是个带着孩子的年轻妇女 容貌身材保持得如此好 一定是个有钱人家的太太 这还用说吗 就凭这外星条件 房东老刘当然要多多关照 要过乡牵着孩子走进公寓 房东的太太胡凤兰正在和几个朋友打麻将 你好房东太太 这么快就搬过来了 哎呦这个小姑娘长得真是漂亮 谢谢阿姨 几句寒暄之后 廖国乡便领着孩子朝二楼走去 朋友们都被国乡的气质所吸引 马志荣更是被迷得成婚颠倒 身为舞厅的老板见过无数美女 竟然都比不上廖国乡的美貌和气质 老刘刚到公司不一会儿便整缓飞来 在一楼打麻将的妻子见状鸡猫问道 老刘借口说回来取个东西 没说几句便匆匆上楼 正好与新租客廖国乡四目相对 双方尴尬又不识礼貌的相互微笑 国乡便带着孩子进了屋 只是这浅浅一笑 就不忘老刘老胳膊老腿的 从公司特地跑回来一趟 此时另外一位旅客将这一幕看在眼里 廖国乡的男人是一名姓金的商人 因为生意失败变卖了所有家产 所以廖国乡就带着七岁的女儿和保姆 提前搬出来租房子住 考虑到国乡出来乍到 老刘非要带着妻子去给予特殊照顾 一到廖国乡的房间 老刘的关怀就如同黄河之水滔滔不绝 洗漱间是男女不分 旧意见了水滔汪左是热水 网右是冷水 胡凤兰看丈夫的眼神 时刻都停留在这个旅租客的身上 心生促意 于是硬拉着丈夫离开 那只老刘一步三回头 为了多看国乡一眼 将入住的注意事项 细致入味的又讲了一个遍 去廖国乡的屋里一趟回来之后 妻子胡红兰羡慕人家的家具不仅新还洋气 埋怨自家的家具太老旧 不让老刘改天买套新家具 还羡慕人家家里有个烤箱 可以做各种甜点 就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 廖国乡偷偷的跑到一楼给丈夫打电话 同一个楼上的租妇 陈律师夫妇从外面回来 从气质不凡的廖国乡身边经过 陈律师也不自觉的多看了两眼 直到走上楼上 陈律师还不仅回头看了又看 这个新来的旅租客 以这栋楼上的男人们 接下来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加订阅关注我们下回分解 加订阅关注我们下回分解